看看新闻网 这个脸盘都是老天牛 从来就喜欢孙悟空 就知道就认为爸爸是孙悟空 一进到馆里 六小灵童就迫不及待地 带我们去了三楼 这里还原了他们祖孙三代的起居室 每一件东西都让他触尽生情 我演演 我爸爸到我这儿 你看 我想说踩过的车 坐过的凳子 墙上毛主席周恩来陈毅 这一张张珍贵的照片 都在诉说着六灵童一代猴王的登峰造极 1957年父亲给周总理陈毅元帅 演《大脑天宫少剧》 然后总理看到我哥哥 又真是 还是谁啊 我爸说是我儿子叫小六灵童 后来周总理说 文艺事业需要接班人 希望你多培养几个小六灵童 可惜天资过人的小六灵童英年早逝 更为残忍的是 酷爱猴戏的三儿子随后也因病去世 这让六灵童悲痛万分 他又觉得明明就是会不眼 孙悟空就得孩子活不长怎么回事 但是他从心里还是希望孩子继续从一 只有也是在复杂的心情当中 就特别希望我们承载 所以很感谢父亲给我这样的机会 最终六小灵童不负哥哥的遗愿 和六灵童一起扮演了父子美猴王 看着父亲生前和他一同穿过的戏服 六小灵童当场哽咽 看到这个服装就让我想起来 我们那时候在海内外演出 父子美猴王这样的一个情景 所以那天我到最后的时候 自己控制不住 你看我一常规不起 可是就在追悼会当天 如此肃穆悲痛的场合下 竟然有人寻衅滋事 对于此等恶劣行径 六小灵童面对我们的镜头 首度做了独家回应 这个里头也有她的一个学生 跟我那个亲戚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 她的学生请来了这个团以外的人 好像就是事先有准备要打架的 这样的一个场势 但是我是想无论怎么说 就是都不应该在这个场所 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出现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 就是当地的政府尽快地 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结论 但是现在还没有 我们还在等待 作为严师慈父 六灵童对六小灵童的影响不言而喻 所谓青处于蓝而胜于蓝 我想他们已经做了最好的诠释 我休息播出以后 参加活动 完了人家都让我来签字 旁边人说老先生 谁呀 他说这是孙悟空的爸爸 我知道父亲会不会不高兴 结果爸爸说 挺好 这说明你演的孙悟空成功了 艺术馆里四根全然不同的金箍棒 静静地立在那里 曾祖父的木头棍 爷爷用的竹棍 父亲的藤棍 再到六小灵童自己的铝合金金箍棒 这已然是四代侯王艺术上最好的作影 四代侯王的历史 它是一直在往前走 不断地继承创新发展 六灵童走了 他对侯系艺术的奉献却深深扎根 只是如何将这宝贵的传统文化发扬传承 实则任重道远 他的心愿就是能够 怎么说的 就是侯系不姓张 应该属于中国 属于世界 新一律在线 上海独家采报报道